大家好,我是阿苦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又有白書 我相信這部作品大家都很熟 這是漫畫家富堅易博 在1990年在週刊上Jump連載的漫畫作品 說到我接觸這作品的原因其實也蠻無心插流的 在我小時候 我有一陣子每個禮拜都會去買報導少年週刊 為了就是要看週刊連載 七用珠的賽魯遊戲後半段內容 但畢竟這是週刊嘛,不是單行本 如果買週刊只看七用珠也挺浪費的 所以翻翻裡面有沒有其他有興趣的作品 不意間就看到有一個白書的連載 我記得當時故事已經打贏暗黑武術會 進入幽柱被海藤等人綁架的情節 由桑園、詐瑪、菲英等人去養館救幽柱 我當時看到詐瑪運用智慧達到海藤等人的橋段覺得很有趣 就開始認識而且住這作品了 因為作品非常受歡迎 所以就連改編許多不同媒體形式的作品 這是大家熟悉的幽柔白書TV動畫版 我自己也是動畫版粉絲 當時播出的時候可以說非常入迷 每集也幾乎不會錯過 除了動畫版之外當然有電玩遊戲啦 幽柔白書改編的電玩遊戲數量其實還蠻多的 在16日元主機還流行的期間 幽柔白書就有非常多的改編作品 像是在SEGA MD上面大家津津津樂道的 幽柔白書《魔想統一戰》 以及我國小時期同學們很愛玩的 GP版幽柔白書《魔界統一篇》 今天跟大家聊聊的 也是幽柔白書改編遊戲中知名度賺高的 超人版幽柔白書一代 到前一陣子有開直播重新回味後 就來做個影片分享吧 那非要不多說 我們看今天的主題吧 超人版幽柔白書發售的時候 大概是我國小四年級左右的事情 我印象中 某天下課去電玩小麥店的時候 看到有人現場在玩 我整個嚇一跳 沒想到居然有出遊戲啊 而且遊戲的聲光效果還蠻棒的 像是人物角色漂亮 地殺技演出也有魄力 角色發燥的時候都會有簡短語音 像是喊招式之類的 別說深深吸引我目光啊 我記得第一次玩的時候 是在小麥店花10元 玩10分鐘來體驗看看 因為這款操縱方式 跟以往很多遊戲不一樣 導致我完全不會玩 之後就等到我購買卡架回家後 冷靜研究才會玩 喔對了 這款也是我第一個操縱卡架喔 一代的遊戲故事主要是到 暗黑武術會打贏故意屢地為止 不過本款其實並沒有把故事 開始到暗黑武術會這段 全部過程做出來 主要的重點還是放在暗黑武術會上 其他的部分很多都省略 遊戲一開始的劇情 是幽助單人靈界偵探開始 第一戰就與飛影戰馬開始 接著就直接進入四聖獸篇 而且雖然有四聖獸的部分 但遊戲也是做朱雀而已 其他三個聖獸都沒有做 四聖獸結束之後就簡易進入暗黑武術會 暗黑武術會就比較像隊伍對戰模式 跟隊伍戰鬥前可以選擇技巧對戰成員 然後贏的角色可以連續上場 輸了就不能再上場了 會根據劇情的進展可以出場角色就不同 譬如呼籲旅隊的時候 幽助跟幻海就不在隊伍中 語音的話有看過動畫跟漫畫應該知道 就不多提啦 簡單說一下戰鬥系統吧 遊戲的行動有分四類 一種是拳頭 兩條朝右集氣 擬力攻擊兩條朝下集氣 消耗程度每個角色招式不同 防禦兩條朝左集氣 激力輔助兩條朝上集氣 消耗同樣也是每個角色不同 另外有一個是跳天上 這個部分是激力輔助 拳頭跟防禦兩條速度快 擬力攻擊跟激力輔助會比較慢 總之就利用這些行動方式 把對方打敗就可以獲勝 中間下方有類似火魂的東西 就是兩方攻擊哪方佔優勢火魂 會分配到佔優勢角色上面 火魂是可以拿來補充靈力或激力的效果 像是靈力攻擊或消耗靈力 補助技能會消耗激力 所以要使用這兩大類行動的時候 隨時要注意補充看中間下方的火魂數量 來判斷要用什麼攻擊 有時候會出現激與靈這兩個大補完成度效果的道具 就會是兵家避震的東西了 通常做任何行動 就會把兩條擊滿才會發動 如果我方兩條擊滿對方沒擊滿 通常擊滿的命中率會比較高 不過迴避的部分 我還是不太懂判定是如何 雖然網路上面有資料說 防禦有分上段防禦下段防禦 硬防跟飛行類防禦 但是有時候照顧按也不見得完全閃避 可是我被打中跟擦傷 還是說按對的話是可以增加閃避機率 但不保證一定成功意思嗎 這個就請觀眾幫我解答 我知道比較容易閃避的是 對方出拳頭的時候 我方踩零力攻擊或輔助機率的時候 就很高的機率閃避攻擊 話說遊戲攻擊被打中是很上的事情 因為閃過跟擦傷 你的動作還是可以繼續發動 但是你被打中後呢 你的攻擊會完全終止 而且火焰補陣也被敵人全拿走 假如你的攻擊有高次數命中 你的回饋就會越高 反之你打不到又常被打到 你死亡的速度會更快 這塊有個很奇妙的機制 反彈機制 可以發動的角色是桑園和幻海 桑園是守衛打者劍 幻海是靈光鏡反衝 當面對一些靈氣屬性發動的遠距離攻擊 可以用上面兩招反彈回去 或像壓著丟炸彈 或是呼籲履地的空權 就那種彈不回去啦 也因為這機制的關係 有些角色遇到上一個幻海 整個被課死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六個怪的四流 原作中四流是被飛影的黑龍波秒殺 但這款遊戲中 反而是用幻海跟桑園可以秒殺 對補充一下 補助技能裡面有所謂的靈力提升 主要是增加靈力攻擊的傷害 有些角色使用靈力提升後 有些招式會出現變化 甚至飛影的妖精會變成十六連掌 桑圓的零精會變成二刀流 當然不只這兩個角色啦 其他角色也有 又不多多太多介紹了 以上是遊戲簡單介紹啦 接下來講講上次直播遊玩的過程分享吧 第一戰打飛影 第一關嘛 照道理說應該很容易 我記得以前打也是很輕鬆 大概是因為太久沒玩了 打了點卡 我記得飛影的迴避還蠻差的 但我就怎麼打就很常被閃過 在那邊一來一往 連我自己也蠻殺眼的 但至少還不去打不死的程度啦 第二戰戰馬 戰馬的話打到一半會有劇情 所以不用打贏他 算是推進故事的戰鬥 打贏之後呢 直接進入四聖獸朱雀 這邊就可以選擇桑圓跟幽柱了 我個人其實最順手的角色其實是桑圓啦 不過畢竟之後要打忽異旅要用幽柱 為了習慣呢 還是先用幽柱硬戰 結果卻陷入苦戰喔 這才被他打到暈 本來想說待會得讓桑圓上 過英氣好吃到愛補血喔 外加朱雀使用兩次很好閃的 暗黑地走擊消耗靈力 就讓我反敗為勝 但是打完之後呢 我覺得打飛影跟朱雀都這麼吃力 之後暗黑武術會要怎麼辦 總之大概走的不算一步吧 結果打完足缺後呢 馬上就跟忽異旅戰鬥 我腦中覺得 靠 慘了 會不會輸啊 結果意外的順利喔 這到底怎樣啊 我好混亂喔 打完之後下一場還會再跟忽異旅戰一次 不過這場是必輸戰喔 直接略過 遊戲前半都能大概在路面結束 算是一個不太順利的開場 不過至少遊戲的感覺是有慢慢找回來 接下來是暗黑武術會篇啦 第一場是六遊怪隊 這時候我方可以用五位角色 這排開始壯觀啊 第一場鄰居呢 我用王牌上映應戰 不過這場呢 不知道鄰居是可憐我還是小看我 幾乎都用拳頭打 完全不用靈力攻擊啊 所以我一開始就取得蠻大的優勢 甚至把鄰居打到昏倒 反正想說最後一擊 結果鄰居使用分身成功 結果讓鄰居反擊一波 不過還好最後還是把他打倒了 下一場呢是四流 我心裡想說可以好捏菜啦 雖然說可以用桑蔭繼續上 但還是想換人上場啦 所以我就選換海 反正可以反彈嘛 不過這場呢居然遇到苦戰喔 大概是我太刻意使用連光鏡反衝 四流多用一些不用反彈的招式的關係 導致我靈力消耗過快 蠻多的時候其實沒靈力可用啊 結果是被四流掌握攻擊節奏 不過話還是扳回一層險勝喔 唉唷 真嚇死我 第三戰的咒我是用幽珠應戰 不過這場沒差好說的 因為打得很順 類似前兩場的波澤完全沒發生 很順利打完 下一隊是魔性使者隊 異位是凍死 不用戰馬應戰 為什麼戰馬? 其實單純讓沒出戰能出戰啦 只能說戰馬的攻擊力真的太弱 如果不用靈力提升呢 傷害都很難看 而且凍死的咒兵劍的靈力消耗很低 所以常常使用 攻勢兇猛啊 不過戰馬除了攻擊力很弱之外 命中跟毀變能力真的不錯 同時硬炎串的攻擊都算頂得住 總之靈力提升後 搭配食藥植物的攻擊組合 穩張彎打就贏了 第二位是風史正 他算是這款遊戲蠻強的角色 嚴格來說用桑源應戰會比較好 不過艾雲飛影還沒出現過 就用飛影應戰 結果這場完全被正眼壓喔 因為正很常跳到上面 飛影除黑龍波之外 就沒有遠距離攻擊手段 導致陣腳在上面 我幾乎沒辦法攻擊 就輸掉了 雖然是首敗啦 但還是挺不爽的 所以我馬上派出王牌桑源應戰 就很快秒了陣 因為桑源的零件可以打空中啊 桑源真太強啦 哈哈 第三位 必將 說實話我以前玩對戰的時候也蠻常用他的 算是蠻好用的角色 但為了避憶免艷朝夢多 還是用桑源應戰 反正想說有一場經典對決 結果桑源這場好像有開精神指令必中 發什麼招打中對方 所以立將這場馬上GG了 下一個隊伍是羽莉且對 這場隊伍只用四位角色出戰 因為優助不會登場 第一場是死死若丸 我先派幻海應戰 想起說他上場是跟四流顯身對決 但是不得不說啊 死死若丸真的好會閃啊 我有很多攻擊被他閃過 我真的扯 而且他的魔庫冥斬箭 靈力只消耗3啊 讓他先制攻擊率高 否則我很夠痛苦的 結果最後輸掉 輸掉的時候 我還在想要不要直接派桑源 不過至少前場消耗對方血喔 所以我就用飛影應戰 想說換血換死也好嘛 結果四死若丸就發揮季限大戰裡面 真實吸氣體外加精神指令集中的本身展現喔 被人攻擊幾乎打不到 而且一直被四死若丸挨打 結果被四死若丸秒殺 被秒殺後只剩三人跟藏馬 我心想不行了 一定要派桑源上了 後面還有敵人啊 不給再輸啦 結果用桑源總算是打贏了 不過大概也受了中等程度的傷 打個四死若丸用三個人 見鬼了是不是 下一場是美麗格鬥家陵木 雖然考慮讓藏馬上 但我不想一場戰線阿 雖然要桑源繼續上 結果是呢 比起四死若丸 呃陵木很好打啊 桑源基本上沒什麼大傷就打贏了 下一戰是護益旅隊了 其實從六六怪開始打到現在 每個隊伍都有遇到苦戰的時候 尤其四死若丸搞得我出三個人 面對護益旅隊的時候 實在不難免感到擔心阿 而且護益旅隊一開始 只有桑源、藏馬、菲尼三個角色能用 優主是護益旅定限定 唉實在頭疼阿 護益旅隊的第一場是鴨 我在想說要不要先派桑源先上場 但我還是覺得先用炸馬跟菲尼能打多少算多少 兩人輸掉之後再派桑源上場 最後我選擇炸馬先上場 採用了打到輸之前能打多少算多少換血戰 最差起碼打贏壓就好了 結果呢 嗯太好了先取得一勝 下一場只要多消點對方血就可以任務達成了 接著第二場是五威 哇 藏馬一打二阿 靠北喔 藏馬竟然一打二耶 欸 賺到了賺到了賺到了 不過下一場應該就是撐不住了吧 最後第三場是護益旅兄 哈哈哈 啊靠腰啦 藏馬一打三 太爽啦 哇塞 我還以為是苦戰欸 結果藏馬一打三做得收 我要看到這場景喔 我也只能說 試試難預料 接下來呢就是優助跟護益旅對決 第一場是正常狀態 第二場是100%狀態 雖然說是最後一場喔 但反而沒差好說的 優助打蠻順的 優助基本上呢 就散彈靈丸 靈拳搭配靈力提高 就順利打贏 而且跟百分百護益旅戰鬥的時候呢 他一直都被優助散彈靈丸打中 所以還蠻輕鬆的 打贏之後呢 最後就是看全播畫面結束這遊戲啦 我們最後來結算一下喔 這款遊戲最強的敵人角色是誰呢 嗯 我的答案是 實質落彎 也有為了打贏他畫了三個人啊 那我方的MVP是哪位呢 當然是藏馬啦 或是他一個人可以幹掉 護益旅隊三名成員就實之名歸了 而且先前的凍死戰他也是勝利的 那打起來最勝利的隊伍是哪個隊呢 意外是護益旅隊啊 因為整個護益旅隊只用兩個人就打贏的 分別是藏馬一打三跟優助一位 而且優助是被劇情綁定的 沒想到這次寵王會出現成跟我印象完全不一樣的結果啊 這是很有趣的事情 以上超完版優白書一代的分享到這邊啦 至於未來會不會分享其他優白書的遊戲 應該有機會啦 可能等我開直播完過後呢 機率會比較大 到時候再看看吧 隨機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請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苦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